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在文字墨相间品味生命百态 在与主同行的道路中 结出信仰的果实 亲爱的弟兄姊妹 问候大家主内平安 感谢神的恩典 我们再一次相聚在 基督教经典易住的分享当中 在开始本次的分享一先 依然邀请弟兄姐妹 我们一同献上交托的祷告 慈悲荣耀的阿爸天父 感谢赞美你的恩典 谢谢你再一次 为我们开着通达的道路 让我们能够在这疫情期间 仍旧维持着线上的团契 求主祝福我们这样的聚集 也更是祝福我们的每一次分享 让我们的每一次分享当中 都合乎主你的旨意 更祈求主亲自灵格 与你的儿女同在 打开我们的心扉 让我们按时领受 从你而来的生命领良 更是求主保守我们的内心 胜过保守我们的一切 让我们在这疫情双暂停期间 仍旧不缺乏可目你话语的心 也都火热地维持在你的圣灵带领当中 更是将你这卑微不配的瓦器 浇在恩主的手里 求主越过你小孩子的软弱 拿起来使用来牧养你的群羊 传讲你的生命之道 让我们听的和讲的 同被一灵所感 也同在这分享当中领受你的造就 求主祝福我们下面的时间 这样的祷告交托和感恩 都是奉耶稣基督尊贵的圣名 阿们 好的 亲爱的弟兄姊妹 从本期开始呢 我们就要进入到宗教情感 这本书的第三个部分 恩典情感和圣洁情感的一些明显标志 我们已经在前面的分享中 为大家分享了12种 不能证明其情感是出于恩典的现象 那么又有哪些现象 能够成为我们判定自己的情感 是出于恩典的标志呢 我们跟随作者的叙述 一同进入到这一主题 在正式进入这一部分的内容之前 作者首先指出了三个方面 需要我们注意 首先 作者要表明的是 他写作这一部分内容的目的 绝不是要让读者认为 借助这些标志 就可以辨别他人情感之真假 或断定自己所在基督教团契中 谁是真信徒 谁又是假冒为善者 当然 基督确实给了门徒一些规则 让他们能在一定程度上 辨别自己所关心的宣信者 这是为了保护他们 免得他们上假教师的当 与假信徒一起误入歧途 圣经显然也给了每一位基督徒 很多关于判断人属灵状况 和永恒地位的许多规则 便于基督徒教导 牧养和看顾 上帝交在他们手中的灵魂 但是同样明显的是 弟兄姐妹 上帝给我们规则的目的 绝非是让我们借此 在麦子和拜子之间 做出充分而清晰的区分 正好相反 上帝只把这个权利 留给他自己 所以呢 帮助基督徒 做出此种判断的这些特征 绝非用于世人的目的 因为任何特征 无论是直接来自圣经的特征 还是根据圣经总结得出的特征 他们的作用都不可能超过 基督设立他们的本意 那就是维护属灵生命的健康成长 所以 作者首先需要我们注意的就是 切勿按照分享中所提及的标准 去行使审判和定罪 能够在绝对的公义中 施行审判和定罪的唯有基督 我们只需要警醒自己 借着分享来审视自己的属灵生命即可 其次 作者需要我们认识到的是 有些人 他们远离上帝 贪恋私欲 在他身上几乎看不到任何基督徒的明显标志 这样的人也不应指望借助接下来我们要提到的这些标志 来自以为自己就是那得救的人 因为或许有的人当听到我们所分享的内容之后 就萌生了按照这些标准去行事为人的想法 当然了 拥有这些特征当然是好的 也是每一位圣徒必然的追求 但是我们要切记的是 这种追求一定不是功利的 因为上帝看人不像人是看外貌 上帝乃是见察人心的主 所以呢 拥有出自恩典情感的特征 虽是必然的 但更重要的却是真实悔改的内心 否则我们变成了基督口中那徒有其表的人了 第三 作者也不鼓励人们从当前或过去的经验中 总结出某些识别真假情感的规则和特征 指望用这些规则和特征去说服许多假冒为善者 作者认为 这些人受到错误认识和虚假情感的蒙蔽 早已持定了他们已有的虚假信心 并且他们深以自己的智慧为傲 他们因自意变得盲目而心硬 又以自满和自大为乐 即使最明白无误的证据摆在他们面前 足以证明他们是假冒为善的 他们也丝毫不为之所动 但同时 作者也可以肯定的是 书中所列出的这些好规则 或许能说服某些良知尚存的假冒为善者 引导他们重新踏上认罪悔改的正路 另外 这些规则或许也能帮助真圣徒 识别混杂于他们真恩典中的假情感 从而让他们的信仰变得更加纯粹 好像火炼的精精一般 所以呢 接下来我们分享的内容 需要我们以正确的态度去聆听和学习 切勿使自己陷入到自以为意 或者审判他人的骄傲之中 好的 我们讲明这些前提以后呢 现在就正式进入正题 论述区别真假宗教情感的明显特征 在今天这一期 我们要分享的是 第一种能够代表其情感 是出自于真信仰的明显标志 圣灵特殊的感动 作者在书中这样说 真正属灵的恩典情感 来自圣灵的感动和运行 并且这些感动和运行 是属灵的 超自然的 和神圣的 如何理解这句话呢 作者从以下两个大的方面 展开了讨论 首先 作者解释了 何谓属灵的情感 属灵这个词 对于我们而言 实在是再熟悉不过了 但究竟何谓属灵呢 不来自于人的 超自然的 就是属灵的吗 例如 一位基督徒在阅读圣经时 突然对所读到的某一段经文 深有感触 并且生发出 与经文中的人物相同的感受 这就是来自于 圣灵的感动吗 或者说 当一位基督徒在祷告时 脑海中不自觉地就浮现出了一个形象 似乎又看不清究竟是个什么样子 我们就断定 这是来自于圣灵的开启 使我们得见了基督的形象吗 除此之外 还有很多类似以上这两种情况的 所谓的属灵的感受 但这在作者看来 通通都与真正的属灵毫无关联 所以呢 弟兄姐妹 在今天的信仰生活当中 我们常常将自以为的概念 强加于属灵 一个源自普通情感的感动 我们就以为这是源于圣灵 一个自我生发出的意念 我们就以为这是属灵的带领 即便浮汤蹈火也在所不辞 但实际上 这种感动 其实只是大多数人 在特定的情况中 都会生发出来的一种普通情感 所以呢 正确地认识圣灵的感动 是基督徒正确信仰的基础 只有正确认识圣灵的感动 才能结出正确的属灵的果子 只有正确地认识圣灵的感动 才能使人踏上正确的信仰道路 那么我们要如何理解属灵呢 怎样的情感才能被算为属灵的情感呢 作者对此首先指出 某些人被称为是属灵的 这是强调他们与圣灵的关系 和他们受到圣灵的感动 弟兄姐妹 当我们仔细研读圣经时 尤其在新约圣经中 常将真圣徒和借着圣灵成为圣洁的人 称为属灵的人 圣经说属灵是他们特有的品格 使他们不同于世俗之人 这一点很明显 因为圣经把属灵的人 与属血气的人和属肉体的人加以对比 例如格林多前书二章十四至十五节当中 这样说 属血气的人不领会上帝圣灵的事 反倒以为淤灼 并且不能知道 因为这些事 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 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 另外当使徒犹大谈到不敬钱的人 偷着进入教会时 他说这些人是属乎血气 没有圣灵的人 可以看出 新约经文中属灵一词 并不是用来表明 某人或某事与灵魂有关 也不是把人的灵魂与肉体或物质加以对比 新约所说属灵的人或属灵的事 重点是强调他们与圣灵的关系 属血气的人之所以不领会圣灵的事 乃是因为他本就不接受圣灵 更不用说他能与圣灵建立任何的关系 同样 那些敌基督者他们与基督的关系是敌对的 固然也就与圣灵毫无关联 所以 圣徒定义他们为属血气的人 圣经用圣灵来指三位一体上帝的第三个位格 它是一切属灵事物的实质 新约所讲一切属灵的事物都是从圣灵而来 基督徒被称为属灵的人 因为他们是从圣灵生的 圣灵也住在他们心中 在那里发挥着神圣的影响 持续地感动着他们 某些事物被称为属灵的 原因就在于这些事物是与圣灵有关系的 哥林多前书二章十三至十四节当中告诉我们说 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 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 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 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 然而 属血气的人不领会上帝圣灵的事 这里 史托保罗表述的非常的清楚 属灵的事就是关于圣灵的事 是圣灵所教导的事 罗马书八章六节当中说得更加清楚 体贴肉体的就是死 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 紧接着在九节当中 保罗也解释了什么叫体贴肉体和体贴圣灵 他说 体贴圣灵就是圣灵住在心里 听从圣灵的教导 如果上帝的灵住在你们心里 你们就不属肉体 乃属圣灵了 人若没有基督的灵 就不是属基督的 整个上下文都说明了这一个问题 在新约当中 这样的经文更是属不胜属 所以属灵并非单单只向那些虚无缥缈的 形而上的意象 在圣经中 属灵就是遵行圣灵的教导 并且在心灵之内拥有与圣灵相同的品格 我们也常称之为属灵的品格 在这样的理解中 属灵不再是朦胧晦涩难懂的范畴 而是实在可见的属灵品格 因此 圣灵的感动 也不再是飘在半空中的灵界之事 而是实实在在的遵行圣灵的旨意 由于圣灵相同品格的情感 可以说是圣灵的感动 反之 若所受之感 与圣灵的品格背道而知 那么又如何能说这是源自圣灵呢 关于圣灵的感动 作者还要对我们说的是 并非任何领受圣灵感动的人 都在新约里被称之为属灵的人 这一点在圣经的许多经文中 也有充分的证明 例如 那奉命咒诅以色列名的先知巴兰 虽然有神的灵 临到先知巴兰的身上 圣灵也感动巴兰的口 不能说出咒诅以色列的话 但巴兰却毫无质疑地 被列在了属乎血气的 没有圣灵的人群之中 虽然他也从圣灵领受那当讲的话语 但巴兰却不是属灵的人 乃是属血气的属肉体的人 在旧约的圣经中 与巴兰相似的人 还有以色列的第一任君王扫罗 当扫罗领受上帝高丽 转身离开撒末尔之后 在路途中有一班先知遇见他 于是神的灵就大大的感动扫罗 扫罗便在先知中受感说话 但他的结局却是显而易见的 这位曾经深受圣灵感动 也被上帝所高模的第一任 以色列的君王 被后世的人们冠以离弃上帝 属乎血气之人的名号 由此可见 弟兄姐妹 属血气的人也会受到圣灵的多种影响和感动 但他们却着实不是与圣灵建立关系的人 同样来自受到圣灵普遍感动的种种效果 各种普遍恩赐素质和情感 也都不是属灵的事 正如希伯来书六章四到六节当中 记载说 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 尝过天恩的滋味 又与圣灵有份 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 觉悟来世全能的人 若是离弃道理 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 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定十字架 明明地羞辱他 虽然圣灵可以通过多种方式 感动属血气的人 但因为圣灵不将自己交给他们 不住在他们里面 不成为他们生命的原则 所以他们不能从圣灵得到名分和品格 因为他们没有与圣灵合而为一 圣灵也不属乎他们 光可以照在黑暗的身体上 虽然这个身体得到光 但是因为这光没有成为身体里面发光的原则 无法是身体自身发光 所以这个身体也不能得到光的名分 也就不能称为发光的身体 因此圣灵虽然对灵魂有影响 但还没有将自己传递给他 还没有成为人心里面活的原则 也就不能把属灵的名分加给他 虽然有光照在上面 但黑暗的身体仍旧不能称为发光的身体 所以圣经说属血气的人是没有圣灵的人 凡随从肉体属乎血气的就没有圣灵 以上就是我们分享的第一个方面 真正属灵不是虚无缥缈的灵界之事 而是带有与圣灵相同的属灵品格 并且这种情感不是暂时的 也不是针对某一时段的 乃是长久和不间断的彰显在受感之人的身上 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本期分享的第二个方面 属灵情感的超然性和神圣性 正如我们前面所提及的那样 属灵的人和属血气的人 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人群 虽然从情感的角度而言 属灵的人和属血气的人 同样都具有相同的情感能力 但出于属灵的情感 却是属肉体之人不具备的情感能力 怎么讲呢 我们在本书第一部分的内容中所提及到 普通情感和属灵情感 无论是属灵的人还是属血气的人 爱心、怜悯以及感恩之类的情感 是每一位生存于世的人所共同具备的情感要素 但圣洁的爱以及源自上帝的怜悯 和对基督的感恩之情 却是属血气之人所绝对不能够拥有的 也是无法拥有的圣洁情感 所以呢 因为拥有恩典情感的真基督徒 他所拥有的最明显的标志就是 拥有这种世人所不能生发出来的 属灵的、超自然的 也是神圣的恩典情感 就刚才讲的意义而言 真圣徒所有的情感和体验都是属灵的 其他人的情感则完全没有这种属灵的本质 他们与圣灵的交通不仅在程度上远逊色于圣徒 更重要的是 他们里面完全没有圣灵的本质和特征 约翰福音三章六节当中 基督强调人必须重生 必须从圣灵重生 凡从肉体生的 就只是肉身没有圣灵 他们完全没有圣灵的内住 只有从灵生的才能拥有重生 使徒保罗在罗马书八章九至十一节说 凡是有圣灵住在里面的 就是属圣灵的 那必死的身体也必要借着 住在心里的圣灵又活过来 同样 圣经说圣灵内住是我们承受永恒产业的凭据 又说心里若有圣灵便是住在基督里面的确据 因此属乎血迹的人不仅没有圣徒那么多属上帝的性情 而且他们也根本无法参与属上帝的性情 他们毫无圣灵 因为与上帝的性情有份是真圣徒的特权 彼得后书一章四节当中说 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 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 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 而属血气之人在上帝的圣洁上是无份的 另外属血气的人体验不到属灵的事情 使徒保罗说 他们完全不能理解这些事情 属灵的事对他们完全是陌生的 谈论这些事在属血气之人看来是极其愚蠢 他们也听不懂 哥林多前说二章十四节说 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上帝圣灵的事 反倒以为愚蠢 并且不能知道 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 第三 基督也教导我们说 世人完全不认识上帝的灵 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 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 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七节 使徒保罗说得更明白 属血气的人里面毫无真正的恩典 有些人或许在宗教上极其火热 甚至舍身焚烧 但他们却完全没有基督的爱 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三节 我若将所有的洲际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 却没有爱 这就仍然与我无异 所以弟兄姐妹 属血气的人没有与基督团契或相交 与基督也无分 因为与基督相交是圣徒的特权 而圣经提到恩典原则真实的存在于圣徒心中 开始虽小只是种子 但是他与罪却互不相容 圣经描述属血气的人 说他们是没有属灵的光 没有属灵的生命 不是属灵的人 因此圣经将信主比喻为瞎眼看见 死人复活创造大功 成为新人和新生儿 综上所述 以上这些分析都指向了一点 那就是恩典对圣徒的影响和感动 以及圣徒所体验到的圣灵工作的效果 是完全超乎自然的 其本质也完全不同于 人借助属血气的自然原则 所得到的任何体验 属血气情感的完善 程度的提高 或任何类型的组合 都不可能使人获得真实的属灵情感 因为属灵的情感 不仅在程度和环境方面 不同于属血气的情感和属血气之人的一切体验 而且更重要的是 它的性质是根本不同的 属灵情感的本质 也远远超越属血气的自然情感 这就是作者所要表达的 超自然感动的意思 恩典情感就是来自圣灵超越自然的感动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恩典情感和圣洁情感的第一个明显的标志 就是圣灵特殊的感动 我们所怀有的情感 是否是源自真实的恩典情感呢 我们要扪心自问 我们是否拥有超乎属血气之人的圣洁情感呢 换言之 我们是单爱那些爱我们的人呢 还是心中对那些抵挡和迫害我们的人 也同样怀有那真实的爱呢 就像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 他仍旧在为罪人祈求天赋的赦免 也正因此 也正因为耶稣怀有如此这般的超越的圣洁情感 那站在对面的百夫长才发自心底的说 这人真是神的儿子 所以 由于圣灵救赎性的作用 圣徒内心的恩典运行和感动力 有一种全新的内在感受 这种感受本质上完全不同于 人成圣之前的任何属世的体验 这种新的属灵感官 以及随之而来的新的气质 不是新的感受力 而是全新的自然原则 这是任何一个属血气之人 所不具备 也是不能够领受的 所以 出自于恩典情感的第一个最明显的标志 就是圣灵特殊的感动 愿上帝祝福凡来到他面前认罪悔改的人 我们一起来祷告 慈悲荣耀的主 感谢赞美你的恩典 谢谢主在万人当中拯救我们 让我们先于众人来在你的面前 得知你的生命之道 但祈求主擦亮我们的心眼 更是赐下你的圣灵 亲自来光照和引导我们 好让我们知晓 何为从圣灵而来的感动 何为我们属乎血气的情感 主啊 我们愿意投靠在你的名下 我们更愿意以一颗真实的心 来在你的面前 向你欢呼敬拜 但是主啊 连我们自己都有自己所不晓得的罪 存在我们的里面 但求主饶恕我们这样的过犯 能够亲自进入到我们的内心 照亮我们内心当中的每一个黑暗处所 让那污秽能够在你的亮光当中 得以显明 好让我们在最终悔改 全然归在你的面前 求主赐福与我们众人同在 这样的祷告 感恩和交托 都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 阿们 好的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本期的分享就到这里 愿神祝福大家